这才是程序员该有的样子 楼子真的太强了 技术拯救世界 与他们相比 我感觉自己写的代码毫无意义 这几条网友评论 出自程序员聚集地 V2EX论坛中的一篇帖子 当你第一次看到这些留言 未免觉得他们有些中二 但对于那些曾经被帖子拯救过的人和家庭来说 这样的评价名副其实 因为帖子的作用是 乳线还检测 大家好 我是唱平君 今天的这期视频 咱们一起来见证一位业余程序员 是如何与癌症斗争的 2018年 一位名叫Coo Wolf的楼主发了篇帖子 他说自己做了一个网站 用户只要上传JPEG等格式的X光影像图片 就能让AI为自己快速诊断乳腺癌病情 肿瘤识别的准确率也已经达到90% 简单来说 就是让人工智能帮你看片子 准确率还几近媲美专业医生 并且完全免费 众所周知 乳腺癌治愈率虽高 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明显 所以很容易错过最佳治愈时间 往往发现时 就已经是晚期 但一个靠谱的肿瘤检测AI 却可以让大量无法及时就医的病人 提早得知病情 即使最后需要医生确诊 但在很多医疗资源紧张的地区 这已经迷俗珍贵 很快 酷off的这篇帖子 就获得了罕见的数百条回复 评论区里 有人正在等待医生的检测结果 焦急难耐 也有网友家人罹患乳腺癌 对此充满了未知和恐惧 而酷off的项目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随之而来的 当然还有大伙对项目和酷off本人的好奇 AI检测乳腺癌 靠谱吗 巨量的临床数据和硬件算力 又从哪来的 更重要的是 这位愿意将其免费开放的超级大神究竟是谁 对于这些问题 酷off本人并没有一一回复 甚至很快 便是了福一去 深藏公寓名 很少再出现了 谁知就在2022年 他英雄归来 带来了更重磅的脑癌项目 而且神秘已久 为了拨开酷off身上的迷雾 刹明军联系到了远在美国中的他 经过几轮采访后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酷off的故事 酷off严运降号 学生时代分别于南京大学物理系 密歇根大学合工程和放射科学系 攻读本科和博士学位 如果盖过他的职业生涯 可能一句话就多了 虽然主业是影响医学 但业余时间 也是个自我开业项目的程序员 如果罗列一下他本人的履历 甚至会让人怀疑 他是不是有什么超能力 酷off小时候 在他父母的带领下 培养起了对编程的兴趣 所以 酷off在学业闲暇时 就爱写点代码 在那个还没有gethub的年代 他常常会把自己的项目 放在sourceforge这种老牌程序员去 我个人就是说 从2000年开始 就对这个开业软件的互相感兴趣 所以我很早就开始写软件 我在我第一台 写软件的电脑是Apple 2 用过这个Vax Vax Machine 这个VMS 就不知道你们听不听过DEC DEC 在这个比较老的一个平台 开始我在sourceforge上面 开始写一些 也就是说一些open source 去开源软件 他曾在2001年左右 加入了Mozilla Foundation 这个组当时有两个初始项目 其中一个是他贡献代码的KeyMelo 一款早年间国内还挺货的浏览器 而另一个项目 带号Phoenix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火狐浏览器前身 因为这件事 他十几年前就被媒体采访过 并且 酷off在2009年也写过一个网站 能忘大伙低价订到酒店 在北美的留学生应该有不少人用过 而这些都只是他业余时间 兴趣实然搞出来的 完成影像医学的学业后 他接连在布鲁克西门子担任研发总监 指导影像领域的产品开发 没过几年 又和现德克萨斯西南医学中心的 终身教授卢卫国 创立了两家针对放疗市场的软件公司 开始从事癌症放疗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产品研发 总之 纵观酷off之大半生 应该就是我们口中的学神梅炮了 可能他继续这样发展下去 会成为一个距离我们很遥远的科研学者 企业家 但下面这件事 即使酷off人生的转折点 也是他与万千家庭生命距离拉近的起点 他年仅34岁的南京大学校友 由于错过了乳腺癌最佳治疗期 不幸离世 只留下一个4岁的儿子 在亲眼目睹了生死 以及被病痛摧毁的家庭后 酷off惋惜不已 同时他也了解到 不少乳腺癌患者往往都缺乏检测途径 很容易耽误就诊 于是 酷off诞生了用AI来检测X光片的想法 他也刚好有对口的专业经验 不过 想做一个能够准确识别肿瘤的AI口 是件容易的事 酷off先在佛罗吉达大学的官网 下载了DDSM MIAS数据集 但由于数据年代久远 影像资料还都是用胶片翻拍的 所以又专门写了个程序 把所有的信息找回可用状态 然后为了取得巴塞罗纳大学的非公开资源 乳腺癌数据集 他还特地写了通邮件求的许可 这期间 也要持续阅读大量的文献 撰写对应的模型代码 然而这还不够 要正式训练这个模型 往往需要非常高的硬件算力 所以 他又自掏腰包 在本地搭建了一个 50张NVIDIA GTX 1080T组成的GPU运算机 要说这50张显卡也属实来之不易 因为 买的过程中得和矿商黄牛斗智斗勇 KWOF当时是找来朋友 用了很多张信用卡 不停地在网站蹲点刷新 才搞了手 事情到这儿 终于算是完成了网站的嫌弃准备 这个免费的AI检测乳下来网站 KWOF前后大概花了三个月的业余时间 忙的时候直接睡在办公室 最后 终于在2018年上线 他又查评就说 由于后台数据不保存 所以并不清楚具体有多少人使用过 但在那段时间 他收到了很多患者的感谢邮件 不少都来自国人 而且 用户真的用网站检查出了肿瘤 尤其对于医疗资源紧张地区的人们 相当于从死神手里抢下了时间 几年前 相关技术还尚未普及 所以KWOF的项目算是个启蒙 网站也因此获得了业内的广泛关注 期间 不乏复旦大学外科等国内外医疗机构 用邮件的方式向他表达感谢 并愿意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毕竟整件事情KWOF都是自费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至于为什么不交网站商用收点钱 这个问题上你也问了 KWOF的回答语气淡然 却不知可否 就是我在2018年的时候 开始做这个Nuride网站的时候呢 上我们根本 我根本没有考虑商用的问题 就是因为当时确实是我的这个 很大的这个师妹 她当时是乳腺癌去除的 所以我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手段 能够帮助乳腺癌的病人 能够找到就是有一个 英文叫Second Opinion 就是能够一个快速的 能够帮助他们到期的 发现乳腺癌的这个方式 就这样 他谢过了许多人的经济援助 仅凭一己之力 包揽所有 时间来到2019年 KWOF的北大物理学系学长 卢卫国找到他 希望一起合作 成立一家癌症影像医疗公司 专攻当下最低手的脑癌领域 哈尔邦一度过了 公司初创期的两年之后 对于KWOF来说 也迎来了人生 第二个关键的转折点 他同事的表哥 生患脑肿瘤 情况不太乐观 并采用了全脑放疗进行治疗 全脑放疗 是一种通过放射线 对患者脑肿瘤 进行大规模消杀的疗法 不仅会消除癌细胞 连正常脑细胞也会造成伤害 以此减少病灶发生 用不太严谨的话说 全脑放疗 更像是一种无差别攻击 因此 考虑到脑部的耐受度 全脑放疗通常只能做一次 不幸的是 KWOF同事的表哥 在全脑放疗几个月后 脑手楼再次复发 而此时已经没有任何治疗手段 只能等待死亡降临 经过此事后 彻底改变了KWOF的看法 不再让AI停留在检测阶段 而是真正投入实际治疗 要知道 全脑放疗是如今 最普遍的脑肿瘤治疗方案 在美国 每年就有20万人接受全脑放疗 那么 是不是多肿瘤脑癌患者 就一定要挺而走险 选择全脑放疗呢 其实也不尽然 因为还有另外一种疗法 立体定向放疗 与全脑放疗的大范围照射相比 立体定向放疗的射线更集中 可以在不伤及正常组织的情况下 精准切除病变组织 像我们熟悉的伽马刀 就是立体定向放疗的一种 这种疗法副作用低 对患者的伤害也更小 并可以多次使用 在学术界 基本统一认为 立体定向放疗能够提供给患者 更好的生活质量 同时 疗效也更为显著 唯一的问题是 立体定向放疗会导致医疗资源 变得更加紧巧 因为一旦采用这种方法 肿瘤医生就要精确构化 标述每一个肿瘤 物理师也得对每一个肿瘤 做精确的治疗计划 就只以为患者将耗费大量的时间 所以 在病人肿瘤数量过多时 医生几乎都倾向于选择全脑放疗 而不是立体定向放疗 但AI影像技术 兴许就可以用来分担医生的工作量 于是 为了让更多脑癌患者 都能用上立体定向放疗 库沃夫又一次投入研发 只是这次面临的问题 显然更具挑战性 再不是仅凭他一人就能做到 所以 他找到了美国西南医学中心 和斯坦福大学 寻求合作 在众人的帮助和努力下 终于在不久前 开发出了以下三种AI模型 三种模型相辅相成 对应到医生的工作流中 能大幅减少使用 立体定向放疗时的工作量 甚至 QOF还向差平均展示了 软件的操作过程 不难看出 即使是从未接触过医学的普通人 也能直观地看到每个种类的位置 这个软件 还可以根据病人的情况 利用AI自动定时治疗方案 要知道 之前可是只有通过医生一个个手动勾画 才能达到这样的项目 此时 我心里除了敬佩 只有敬佩 这个项目已经在2022年 AAPM春季临床会议上发表 再一次取得了业内的广泛认可 目前几家医院正式投入试用 QOF与合作学者们 也在加快步伐 试图在未来 让整个立体定向放疗社区都能普及 而在采访中 QOF多次提到 能有今天这个成果 绝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他希望 差别均能把合作者的名单都公布出来 因为这里的每一个人 都是默默和爱神战斗的英雄 除了以上的学者外 其实还有一个我没法见到的人 叫做陈玉 或许没有他 也就没有今天的QOF 我带来说一下 就是我为什么搞这个公司吧 就这个事情呢 我实际上没有跟很多人讲过 就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情 所以我给你们说一下 倒也不所谓 就是我在密克大学的时候呢 我的同实验室 同一个组的跟我最好的朋友 就是我的一个同事 也是中国人 他是北大物理系90级的 这个社长是我的师兄 然后呢 他是 就是他跟我关系非常好 因为就是他是我的best man 就是我的成婚人 这样的关系 就是我跟他关系也是非常好 他那是在2016 2017年时候呢 因为一个意外的事故 去世了 然后呢 但是后来是因为 这个卢卫国教授 他是我这个师兄 叫陈玉 陈玉师兄的同伴同学 他找到我就是说 第一就是因为 其实我知道老刘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需要去解决 然后呢 为了把这个项目落地 他在2019年找到我 然后呢 他说服我的原因 就是说 他说他原来是想找 我这个师兄 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然后因为我这个师兄呢 他是非常非常一个无私的一个人 就是说这个人非常非常 但是呢 因为就是说他很不幸去世了 所以呢 就是说 他希望我能够 帮助我这个师兄 完成他的这个心愿 就不仅是说 就是对于这个 这个业界是有帮助的 也对于我个人来说 实际上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在这个癌症治疗 这个行业中间 就是我们有很多这些同事 就是说 就是每个人都是 有一定的mission的 所以呢 就是说 这是为什么 就是我们后来 开始做 做这样一件事情 这些年的癌症死亡率 相比于30年前 已经下降了30% 照这么发展下去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癌症将不再是绝症 但这并不是一件 传道桥头自然指的事 而是有无数个像 call off他们这样的人 在深夜中挑战前行 以上内容 几天前在我们的公众行 插评刚刚发布 当时有很多粉丝表示 自己非常需要 call off的AI乳腺癌 检测网站网址 但很可惜的是 在2020年左右 因为其他项目的需要 call off不得不把服务器 迁移暂停令 不过 好消息是 在文章发出后 call off收到了许多 来自网友的邮件 网友们请求网站重新上线 并大部分表示 自愿付配使用 刚好 他本人也觉得 几年的技术有些过时 所以 近期已经重新上线了 乳腺癌检测网站 这次依旧 完全免费 我会把链接放在 视频简介中 希望大家能够合理使用 同时也建议大家 如果已经有 患病迹象 一定要想办法尽早就医 好了 今天的这期视频 最后 再进用Reddit论坛中 一位国外网友的评论 用作结尾吧 不是所有的英雄 都披着披风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如果你觉得好的话 欢迎你一键散连 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和弹幕里 和我们互动 最后 我们下次再见